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,北京时间12月19日凌晨,西甲第14轮先赛一场比尔巴厄竞技对阵垫底球队维斯卡,作为全队身价2.2亿欧元的传统豪门来说,比尔巴厄竞技本场比赛没有给到维斯卡任何的机会,牢牢掌握了场上的局面。 最终,凭借着科德罗和努涅斯的进球,比尔巴厄竞技2比0完胜维斯卡,终结四轮不胜的同时,也升至积分榜的第9名,而维斯卡则依旧联赛垫底,至今仅仅取得一场胜利。 联赛领跑集团方面,马静少赛一场领跑,而巴萨泽距离榜首的马静有6分的差距。 两队的前80分钟都处于胶着状态,谁都没有找到很好的机会。 不过比赛在这之后,风云突变。维斯卡后卫,普利多禁区内,送点吃到黄点套餐。 两黄便一红,被罚下场,科德罗点射破门,第8一球领先。 而在不时阶段,鲁涅斯投球破门,帮助球队彻底锁定胜局。 凭借着本场比赛的胜利,第二八恶竞技,也终于终结了联赛的四轮不胜。 目前排在联赛前几名的基本就是众神归位了。 巴萨经历了队时最差开局之后,也算是逐渐找回了一点场子。 在积分榜的前列出现,本赛季的西甲呈现出多强的局面。 每一轮比赛,都会让积分榜发生很大的变化。 还真说不好,谁能笑到最后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